人人都想成为富翁 谁才能成为真正的富翁 富翁富翁 这一次是真的走运啦 唯一的机会 请锁定中天综合台 富翁的诞生 敬请期待 好 晚间5点52分 各位观众最新消息 在台中市呢 目前下起了大雷雨 那么有一栋民宅 疑似遭到雷击 现场起火燃烧 目前锦绣已经前往抢救 再稍后我们会有 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 锁定中天新闻台 好 继续来看 在桃园出现了 这个高档的城堡餐厅 光是装潢花了三亿元 这个投资很大 主要呢 这原本是一个建设公司 所盖的接待室 但因为钱花的很多 盖得太美了 当地人盛赞 这简直像城堡一样 于是业者干脆呢 直接把它改建为餐厅 而且非常高档 里面没有菜单 老板煮什么客人 就得吃什么 而且也不受理预约 得到现场排队才行 红酒小杨夕 鲜嫩肥美的小杨夕上桌 立刻吸引 套客目光 这些菜没有菜单 老板煮什么 客人就得吃什么 上这盘焗烤海鲜 这一种养生鸡汤 都得等老板端上来 客人才知道 很清淡很好喝 打造这间欧洲城堡餐厅的夫妻 原本开的是建设公司 因为盖的接待会馆 像城堡一样 于是转站餐厅业 征服逃客的胃 然后在这个工商社会 大家因为都那么的紧张忙碌 我也希望这个地方呢 能够给大家以后 能够一个放松的地方 占定2000坪 盖得跟欧式城堡一样美 总共夸了三亿元建造 打着欧式建筑噱头之外 店内推出无菜单料理 强调全面客制化 采取预约制 不过消费不便宜 每人最低消费就要1000元 如果客人要来用餐的话 我们都是以预约制 对 然后来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就以 我会帮他们客制化菜单 结合欧式风格和精致料理 建筑公司的老板 打下大手笔 要为自己开创新商机 中文新闻简针风高 飞龙桃园采访报道